HELLO 大家好,又到了精品開開心心玩玩具的時間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這隻由SHIP STUDIO 所推出的雙面人 就是一個電影的造型,The Dark Life 的那套電影 看上去都是很仔細的,而且這系列1比12的可動模式是用布的材質去製造衣服 有別於之前玩過的用膠製造的衣服,真實感更大 可以看看後面,有些支架給你了,不用額外買 還有一些手,以及劇中主要的配件,Cons 和襟章 事不宜遲,立即開來看看 開了出來後,全部配件都展示出來了 有主體,有台座,有六隻造型手,一把手槍,還有三個Cons 和襟章 待會都放大給大家看看,因為這些小的零件都做得很仔細 我們首先看看這隻人 其實這隻1比12的Action Figure 這次這隻有27個可以動動的 也看得出它的細緻程度是非常高的 我們先看看頭雕 這邊是正常的樣子 其實已經是蠻帥的,蠻像的 另外那邊 這個厚子,雖然是小小的,但它的照顏色也是很帥 特別是眼珠 而這件衣服,這件大衣服也是類似被燒的 這件大衣服也是很相似的 也不錯的 而且是布來的,動起來也不會有太大的阻礙 也能保持住的,不會太硬的 衣服會把手藏起來 還有裏面 布的衣服 還有它很貼心 因為它上面釘著一些扭 其實玩起來會有機會 可能會跌或是不見 它在說明書那包裏面 就是這一包 額外有些扭給你的 可以方便你,怕你不見 就可以貼上去 褲子也是有條皮帶 不過這條皮帶 其實衣服也是一樣的 其實它是不可以脫的 說明書那包裏面也有說 不要嘗試去脫衣服 否則可能穿不上 褲子 還有一個袋子 袋子是 真的可以插進去 有洞 鞋子 鞋子也是有花紋的 還有前面腳尖這一下的關節 動作方便 頭部是波障 360度 也有腰部 左右少少 前後也有些 不過記住前後的幅度 雖然它的身體是負荷度 但是 因為它的衣服 都比較難放進去 剛才我已經試過 把腰部翻得很厚 整件衣服扯起來 但想放進去 就有一點點的難度 所以這裡是要注意一下 手動動 肩膀 這裡 可以 舉高 舉上 這邊一樣可以 對 這隻手 就是一個波階 大腿 提高 小心爆胎 雖然身體可以負荷 但褲子未必可以負荷 膝蓋的位置 腳踩 腳踩這裡 去動 還有 它也有一個很帥的抬座 你看到它印了電影的標誌 也有它的名字 還有一個小夾 可以 調整對角度 可以 夾著它 可以 雖然它不用抬座 都可以站得到 當然有抬座 就更加完美 換手方面 其實也是很簡單的 因為它是波階 就這樣撕出來 放上去 這樣就可以了 好 看看配件 還有一把 手槍 一樣 有做到一些舊化 也是挺帥 窗的 窗口 有挑痛的 窗口 還有 這幾件 小到很容易不見 這個部份 就是在電影裡 都算是重要的一些配件 就是有一個 硬幣 對 也有兩邊 對 也是有一個 配件它的手 按上去 可以做到這個動作 可以做到這個動作 可以看到上面的字的印刷 是很清晰的 後面也是有細節的 可以看到這些小的配件 都是樂足心機製造的 可以看到它 其實這隻也是 都很扔本 不是 巴褲卸出的 造型也挺帥 有興趣的朋友 就記得留意我們精品 今天介紹到這裡 拜拜